法力大家再看看 您觉得这个速度也好 起出来的这种势头也好 包括机球质量也好 它能是在一个等级上面 不在一个等级 所以说呢 力量有的时候 打乒乓球真不在于 绝对力量的大和小 你得先能够机球位置的准确 就能够做到 反手的得势 对吧 以及你能够掌握到 它能够慢慢通过在身前机球 才能够感受自己的腹部腰腹 对于球的一种力量的传递 如果没有身体 第一空间没有 你会被挤住 你发不上力 对吧 如果没有在付钱 你光用你反手的转腰 你也来不及 你也更发不上力 所以说朋友们 三点一线重要嘛 一个是用身体对球的意识 第二个就是 逐步的能帮你们体会 腹部的力量 带动于球 明白了吧 所以说三点一线 听着简单 做起来 朋友们 这是要通过大家 长时间去训练 并且大家你们在练这个反手攻球的时候 大家就要养成一个什么习惯 咱来打个对攻 我学一下咱们目前很多球的反手对攻状态 朋友们 这只有在教练带小孩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动作 那你看看我现在去打反手的对攻 对吧 你看看我的这个意识 朋友们 您觉得都是打反手对攻 您觉得一样吗 您看看您觉得打出来的效果它能一样吗 差距太大了 看到了吗 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只要能够把这个三点一线做好 有的时候对于球的调节 我就不需要来去牺牲自己的动作 导致用动作变形的状态去击球 你的上台稳定性是不是也高了 并且你看看 刚刚也只是一个对攻 我也没有去发力 但是整体的这种协调性 流畅度 包括这种给球的速度 是不是明显就提了一个档次 所以说你看 这种击球质量和速度稳定的提升 是靠力量吗 靠动作吗 不是 靠的是你用身体找球的意识 三点一线 记住了吗 第一个点是球 第二个点是拍子 第三个点是身体 说白了 身体要对向球 能理解的弹幕上666扣一波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关键的 大家如果说平常在这个练习反手的时候 缺少这个意识的话 你大家还是需要把这个要多练 成为大家你们在去练反手弓的时候 主练的内容 因为你的反手弓 目的其实就是在去养成这个习惯而已 这个习惯没养成 你的动作是不具备今后在比赛当中 或者说在球落点有变化的情况当中 还能够正确地做出来 明白了吗 所以说动作能不能做出来 是取决于脚你的身体到没到位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细节 第二个 那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发力的问题 对吧 来我现在给大家看一看啊 我相信很多球有个什么问题呢 比方说咱举个例子 我发个奔球你给我介意啊 我打个比方 咱很多朋友是这样 他现在你看 我轻轻一碰这个球都已经碰到了擦边的位置了 稍微一发点力 朋友们你看 我动作也没做大呀 动作也小呀 也没使劲 但是球为什么飞了 来我想问问大家 平常咱们自己在打球有没有这种问题的 有的扣个有子 就是动作明明不大 为什么这个球我这么小的力量下还会出界呢 还会容易打飞呢 或者说我现在步伐力能碰上台 我稍微给点劲 或者稍微再给一点动作的话 这个球基本上是必出界无疑啊 朋友们有说离台近 有说板形 对吧 没事咱们有的不用管他 好吧 大家有的时候呢 我现在是主要自己给大家讲课 我没有办法每一个朋友的问题 我都要去一一回复 那这个课就没法讲了 是不是朋友们 如果我讲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咱们在弹幕上沟通 好不好 大家看 有时候没合上力 没有压弧线 有时候重心起来了 对吧 所以说你看 这几个其实大家说的都对 那刚刚很多朋友说的 可能最到点上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没有压弧线 对吧 但是大家所想的压弧线或者会是怎么压呢 来我给你们学一下 大家的压弧线 往往都是板形的下压 还有你最后机球动作的这个过程 动作的下压 但是你会发现 紧靠你最后板形的下压和你动作的下压 其实是很难把这个球压上台 其实对于你的压弧线 是没太有什么效果的 来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 你看板形也压 动作也压 压不住 咱们有这个问题的继续扣个一可以吗 我看因为大家有的时候 你出界肯定会觉得 没把弧线压好 但是你能够想到压弧线的方式 就是压板形 压动作 但是你会发现意义不大 你起不到保质保亮的这种把弧球打上台 你还是没法发力 对 这个朋友说过了 高压垫高压垫 高位下压 对吧 所以说大家看 反手的时候 大家记住 你只要形成这种上弦的相持 无论是刚刚小孙说了 我发了个奔球人家挡过来 我去打一板也好 包括人家发个奔球 我去接也好 手 大家去看 现在樊振东也好 包括你看梁静坤 王楚清 他们的这种反手 给人的感觉是很强势的 这种强势的感觉 我给大家模仿一下 对吧 我的反手其实是在整个队里边 已经算是很好了 很强势 但是我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用了那么大的力 它也没出现 原因分为两个 第一个压弧线的方式 你的基球的引拍 大家记着 不要想着先去低于来球 因为很多球友在打反手的时候 有一个习惯性的什么 掉腕的动作 对吧 可能也是大家有的时候在练 反手拉练的 有的教练说 你只要掉下弯子来 一转这个球就拉上去了 这种就是教练中的 网八蛋 真的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这个千万不要怎么 有吊腕 你见了球有一个吊腕 或者见了球有一个胳膊的下沉 朋友们 那这个下沉就会给你带来什么 你最后想压都压不住 那什么时候需要下沉呢 你拉下旋 对吧 你在拉下旋的时候 身体 球拍 手臂 去低于球 为什么 拉下旋需要低于球 因为下旋正常一拉 我下我 我想制造弧线的话 我得低于球 才能制造弧线 反手也是低于球 才能制造弧线 那所以说低于球 是造弧线用的 压弧线呢 咱们不一定 非得说是完全高于球到哪 最起码 你要觉得你的引盘高度 是大致平起于球 甚至是稍高了一点球 你不能完全给自己 是从球的下面 把球给绕上台 大家看了吗 所以说有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容易翻弯 为什么有人绕 翻的话 起点 不就是从底往上 然后再往下 从底下往上再往下 这不才是叫翻吗 对不对 这是不是才叫翻 那什么叫不翻 这就不翻 这就翻 那所以说一翻则飞 那所以说大家看 我刚刚强势的反手 即发力还上台 你看看我引盘 这高度 咱们用直盘横打的来一个 你看 我拍子是不是拿的高啊 是不是和球的高度 大家感觉是几乎是一种持平的状态 我不能明显的拍子是低于球 低于球就是绕 因为绕的过程 第一步就是先往上 你给球已经有一个 先往上的摩擦和力了 你再想让这个球给它摁下去 就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往上的时候 球就已经出去了 所以说你可能最后 尽管也在拼命地压板形 压拍子 但是为什么没有意义呢 球出去了 你压板形压拍子 说白了 不是就只现在压空气吗 你没有去压这个球 什么时候你的下压 才是真正压得住 我能把这个击球的这个过程 就是直接下压 我这没事 看到了吗 我的我的我的 这没事 但是这样呢 就有事了 你看 我都摁到地上去了 朋友们 它能上台吗 全出界 看到这个感觉了吗 发球发太高了 好的 好吧 所以说呢 我就这个 给大家刚刚讲了一个 就是你引拍的高度 你引拍的起点 千万不要应对于上学 是一个手吊着腕子 包括低于球 去进行翻腕去 绕这个弧线的过程 你要学会把这个拍子 适当的叫架住一点肘 架住一点胳膊 对吧 这样能够大概高度 凭曲球 直接发力 能理解了吗 这是大家容易出的 你出界 或者说不敢发力的原因之一 来这一点能够明白的 弹幕上666 可微博 好不好 包括大家也麻烦你们啊 这个屏幕左上角 那里有个关注 大家给小孙去点一个 我每天晚上九点十分直播 这样你点个关注 他就会自动给你推送 就告诉你小孙直播了 然后其次呢 大家也帮小孙 如果方便的话 赠送一个粉丝灯牌 好不好 因为这也是算是这个平台 对于小孙的一个直播的 一个考核之一 好不好 希望大家通过关注 点赞 以及给小孙上个灯牌 帮我上上人气 好不好 非常感谢大家 也再次感谢咱们直播间 所有的朋友 帮我点个关注 上个灯牌 来 那我现在继续讲课啊 那第二个原因呢 大家你们再去分析 这个失误 和我不失误的 这个动作啊 再来个失误的 你看看 好 咱们再来个不失误的 来 直接给我发一个 你看我不失误的 朋友们 我不知道大家 你们能够从刚刚这个动作当中 你们觉得 失误和不失误的原因在哪 对吧 你首先你会觉得 我失误出界的 我没发力 但是我发了力呢 还有没出界 除了刚刚小孙给你讲的 影拍的高度之外 大家你们还觉得哪里 是有区别的 好不好 大家可以都打到弹幕上 对吧 有的说是重心 对吧 我看看大家的问题 大家可以都 对都直接打到弹幕上 因为我们给大家讲课嘛 要注重和大家的互动 而不是说我光讲 对吧 有的说上升期 有的说制动的问题 有的说板鞋的问题 对吧 其实这位朋友说了一句发力方向 其实说到一定点上了 对吧 因为大家记得 反手的发力 它一定不是靠什么 它一定不是靠往前送 一定不是靠往前推 我们反手的发力 任何哪怕是攻球 你看大家去看一看 我们两个打个正常的 这个对攻 最基本的攻球 然后你再给我发几个多球 我来几个快丝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的这个动作体系 无论是攻球撞击 还是快丝的摩擦 包括拉球 它都是一个转动的过程 且大家你们会发现 我每一版动作 做完整的时候 我的拍子 是由自己的身前 是向外进行一个转动 对吧 所以说关键词有两个 第一个是发力方向 是向外 并非是向前 第二个 我们的出手的这个过程 一定是转动的发力出手 无论是你的小力向 小力量 还是主动发力 都是转动 而并非推送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细节点 因为很多球友 他就要打球 我要往前使劲 我要往前 往前没错 但是呢 大家看 刚刚这种出界的动作 不就是你看 往前送的太多了吗 往前推的太多了吗 因为你越想发力 你胳膊就会伸得越直 你伸得越直 你的大臂 往前推的就越猛 越厉害 你这个球 它越容易出界 你也越发不上力 但是大家 你们再看我的这个发力呢 我是怎么呢 大家看 我是向哪发力啊 向外侧发力 向外侧发力 那我现在大家看 我向外侧发力的话 它还会出界吗 不会出界 所以说你看 一定是要有转动 但凡是转动 转动的意思 就是从某一方侧 转到另一侧 当然你们看那个钟表指针 你说钟表 指针也是在转 它从三点转到十二点也好 还是从十二点转到三点 还是从几点转到几点 它都是在转 而不是在推送 明白吗 所以说反手的发力 你想要动作小 你还想能发上力 大家看看 你所谓的小动作是什么 是因为你有转动了 所以说你的发力 就是以胳膊肘为肘 大家看看 是以胳膊肘为肘 进行转动 这样的话 就是你手指手腕和前臂的发力 它就快 它就小 它质量就高 那如果说 大家看看 你如果是以往前送 往前推 送的多 那这种发力的话 大家看看 它是以大臂胜质为主了 说白了 可能你的这个推 是在推肘 推大臂 推肩 对不对 那所以说你看 你都用上你的肩膀的发力了 和大臂的发力了 你的动作一定是 肯定是又大且又慢的 是不是朋友们 对吧 所以说 你千万不要去想着 我要向前向前 一定是反手的发力 是向外 明白吗 反手的发力 是向外 只有你们所说的推挡 才是这样 你正常的直板的横打 还是说咱们正常的横拍 一定是向外的发力 你看我再用直拍来一个 是不是在向外发力 并且很多朋友你也会发现 在某种程度上讲 刚刚往前 为什么它稍微使点劲 它就出界了呢 因为你在往前送的时候 大家记着 它只能去撞击球 你往前就是撞球 你只有胳膊 手指手腕去转动了 它才能够有什么 它才能够有摩擦球 对不对 因为摩擦 就是让球产生旋转 你想让球转 你的手指手腕拍子 小臂 它得转 对吧 那包括你看 你如果让这个球不转 你胳膊也没有转动 就往前一推一送的话 你这个球是不是也不会产生旋转 对吧 那所以说大家看 就像发球一样 发奔球的时候 不可能发短 因为是什么 因为它是撞击 那什么球最容易发短呢 侧旋发球 为什么 因为它是在向外摩擦 sorry 所以说它容易发短 看到这些感觉了吗 对吧 你发奔球 你撞 肯定是不是长的 是不是同一个道理 那所以说 大家要记着 发力 你出界 不是因为你力量用多了 很有可能 就是你的发力方向 错了 并且你的发力的方式错了 你是向前推 我是向外 转 对吧 其实这个问题 在什么情况下 体现的更严重呢 你反手拉下旋 反手拉下旋的话 朋友们 对手过来球下转 那如果说 大家为了往前而往前 你看 为什么一拉就下往 因为你在拉的时候 向前的话 直接向前 送的多 推的多 你觉得还会有摩擦吗 没摩擦 所以说你会发现 你越向前越下往 你为了能够把这个球 拉上台 你只能怎么办 拉下去 你只能往前上去 蹭这个球 要不然你正往前 直接就下往 但是你看我拉下去 我往外转 手指手腕 有充分的摩擦和旋转 来 我现在再给你们拉一个 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在反手拉这个下旋的时候 我给你打个比方 我往右下方使劲 他都不太会下往 来给大家看看 你发这个球 对 稍微近了点 来 大家看一看 我都往这里 朋友们 他发下去 你看我都往哪使劲 有下往吗 有下往吗 没下往吗 没下往吗 再来一个 这个擦往 再来一个 没下往吗 朋友们 为什么没下往 我可 人家单说 我的往下使劲了 他还不下往 因为你看 我越往外说明什么 我转动的越充分 转动的越充分 就说明我的摩擦越充分 那我摩擦的越充分 我哪怕我跟你说 你往右下 他都不会下我 是不是啊 那包括大家你们 特别是樊仁东的反手 大家你们去看一看 樊仁东的反手 为什么他说反手很冷血呀 就给人 我跟你去模仿一下 反手反手 像樊仁东的反手啊 像不像樊仁东的反手 他往下使劲 他都不在下往的 这就是因为 人家不是在往下 人家是往外 他可能顺势往下 压了个弧线而已 明白吗 因为往外的话 就是转动 往外就有充分的摩擦 所以说你会看到 人家往下 往右 外 往下 都不会下往 懂了吗 朋友们 所以说大家自己 在去拉的时候 去拉球也好 快撕也好 包括你刚开始 练弓球也好 你的合理性 包括你能不能 以后发上力 包括你能不能 会摩擦 就是看你一开始 是这样 还是这样 你如果说单纯 为了从零到一的基础 想快点上台 一定会发现 这样好上 但是你发现 你后面所有的 发力也好 摩擦也好 全是往哪 全是往外转 看 朋友们 我是在给大家示范 是不是 朋友们 对吧 你的 对吧 如何控制方向 拿我们手控制呗 对不对 你要拍子往哪儿动 这是你手控制 我总不能 把着您的手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让靠大家 平常不停地去 做动作呀 去在打公球的时候 去体会 去改呀 那还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 对不对 不可能是有往前送和推的过程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不好 来 这就是我自认为 小孙可能总结的也不足 可能发现也不够 是吧 咱们总结一下 反手容易出现的 或者说不敢发力的原因 第一个呢 就刚才小孙说的 你往前送 没有往外转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引拍太低了 导致你的反手的击球过程 是以先由下往上 再由上往下 绕的过程 所以说 你就容易出现 能理解吗 能理解的弹幕上 666扣一波 好吧 或者说 大家觉得小孙确实 帮助到您了 正好可能讲到了 你的问题和痛点上 大家可以弹幕上 666扣一波 好吧 咱们做个互动 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我觉得这个 是大部分朋友们 都应该出现的问题吧 对吧 弹机是另说 因为弹机是敲 弹机是敲 这因为 并且呢 大家你们去看一看 现在还有几个人 包括你们看 现在马龙也好 凡人都也好 任何 还有几个去弹机的 不多 因为弹机呢 对手来球又得高 来球还不能太快 要不然你就得失误 所以说你看 现在弹的会越来越少 没办了吧 进来就听到了干货 缘分 对吧 然后呢 我接下来会给大家 讲什么呢 就是给大家讲一讲 还是反手 大家你们在发力的时候 比方说 手指头和手腕的一些运用 对吧 包括呢 我主要 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什么 就是身体 发力的一个协调性 就是我们的反手 动作往外转 这是一个发力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腹部 你的身体 怎么带动手 因为正手大家好理解 转腰 转换 但是反手它不能转 你又要保证 由后向前的发力 大家可能很多朋友 就变成这样了 就会很难受 我接下来给你们讲这个 好不好 将你们反手的连续性 好吧 大家别急 因为这个反手 问题会非常非常多 好吧 这是刚刚讲的这些 然后呢 我想目前也再次问问 咱们直播间的朋友 目前大家 你们反手的阶段 训练的阶段 还是目前出于比方说 您现在可能 除了可能说加力 还是以弹的比较多 对吧 对于摩擦的感觉不好 和发力的感觉不好 大部分就有目前的反手 如果是是的 给小层扣一 就是撞得多 借力借得多 来连续发一下 这种感觉多 不会发力 不会摩擦 包括搓球也好 不会加转 不会控制 给小层扣一 好不好 对不对 不会摩 只会撞是吧 好吧 所以说呢 我也刚刚 为这个弹幕上扣一 存在这项技术方面的 问题的求有 好吧 我也给小层一分钟的时间 即使 我也说 我就实话实说 即使打播广告 第二个 向大家就是能够宣传一个 对于你们反手的能力的提升 和旋转摩擦的提升 是有帮助的 胶皮 好不好 为什么说是有帮助 大家刚刚所有扣一的朋友记着 蝴蝶也好 多尼克F1也好 这些套胶不适合你去用 最起码不适合你的现阶段去用 为什么很多朋友 你发现你正手进步的 比你反手快 因为很多朋友发现 你正手打的是狂飙或者奔腾 对不对 因为它们是粘性套胶 所以说 我向大家推荐一个 咱们国货友谊729品牌 2024年 新日期也是新生产的一款套胶 叫729虎虎声威 虎威系列 那这个套胶呢 给大家看一看 它是今年打算替代于 729的奔腾系列 新推出的一系列的年性套胶 因为729本身 就是年性的研发者和创造者 第一个中国的年性胶皮 就是729品牌 所以说你看 这个胶皮 打反手专用 红色 黏性 第二个 它的海绵 是橘颜色的 来大家看一看 是2.1的厚度 37的硬度 这是专门打反手的套胶 2.1的硬度 并且这个海绵 很多朋友说 这个是不是跟狂飙的 37度柔比较像 整体是比较像的 但是这个海绵 但是这个海绵 是针对于咱们 业余球友可以打的 反手的年性套胶 为什么 虽是高密度海绵 但是你们看 这还是带着胶皮 那个心的膜 有没有发现 它的海绵的果冻感 会更强 就像果冻一样 但是如果说是狂飙 你抖不出来这种感觉 为什么 它海绵太硬 太死 所以说这个 虽是高密度海绵 但是很柔 它比狂飙37度柔 更柔 所以说呢 它的海绵 对于发力的门槛不高 业余球友 既可以通过它的粘性 帮你更好地体会到 拉球和搓球的摩擦 也通过它的高密度海绵 让大家培养成一个 我要自主主动发力的习惯 而不是说 借着高弹的蛋糕海绵 光去借力的习惯 其次第三个 刚刚大家通过我的示范 因为我反手刚刚示范 就是用的这个套胶 就是用的这个套胶 你们也看到 它的出球速度 还是很快的 借力感也是很好的 其次这个海绵 它不需要灌油 你也不需要灌胶 明白吗 所以说这个套胶 我觉得相比于37度柔 它是肯定比 浦狂的37度柔 好打太多 它对标于 省狂的尼奥的37度柔 但是好打都很好打 但是我觉得它的柔韧度 它做的感觉 更偏向于咱们 业余球的使用 更粘 更转 海绵更好打透 也不需要灌油灌胶 也省事 还能对于咱们 很多朋友的搓 拉打 养成主动摩擦 发力的好习惯 并且能够辅助 我们的摩擦和发力 明白吗 所以说这个套胶 可能现在对于 刚刚扣1的朋友 更适合您去用 且这个套胶 是今年整个虎威的 这个系列当中 顶配的版本 因为它是金色包装 对吧 就像你们打的奔腾 有普通的奔腾 省套的奔腾 麦克斯奔腾 国特柱 国套 对吧 这个就等同于 你们打的奔腾系列的国套 因为这就是虎威的顶配 这张在网上买的话 是219块钱一张 如果说你们需要的话 这个套胶 咱们618的活动 这个套胶的活动 还有最后的两天 这个套胶 219 给你们做 直接改价 128块钱 也就是一张 浦狂的价格 让你们去买到这个 比省黄 你要37度柔 还好用钱 还是更适合的 练反手的年型套胶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 618 咱们前30位下单的朋友 每个朋友们 再额外向您赠送 一盒729的 有缝炫彩三星球 这个球是 有国际评联认证 ITTF认证 和2017年全云会 他们马龙 樊仁东比赛的实际用球 共计四小盒 一盒三个 这一大盒12个球 你们在网上买的话 是多少钱 是55到60块钱 给大家看仔细啊 这在网上买这一盒球 是55到60 这一盒 直接送 加送给你 没有胶水 没关系 729的无机胶水 一瓶 也送给大家 相当于 219 729 2024年 虎威的顶配 翻手 年轻套胶 今天128 再给你送一盒 三星球 再给你送一瓶 无机胶水 相当于 朋友们 光赠品 就是明码标价 胶水 10块 这个60 这就70 相当于这个套胶 你们买买才多少钱 这个套胶 你们买买 128 减乎60 才68 你们如果觉得划算 可以去拍 相当好用的 打反手的 内能海绵 高密度海绵 粘性海 套胶 你看看 这不像是 大家你们打狂标 有的海绵的柔韧度 看到吗 来 这也是刚刚小村 你说 我跟你们讲课 就是用的这个 就是用的这个 相信小村 相信729的朋友们 一定去拍 这对于你可能 技术的改善上 对于性能的要求上 以及对于价格的 性价比上 我觉得已经达到了 可以说是 这个 挑不 挑不出毛病来 好不好 并且大家看啊 我现在再给你们 拉几个 可能刚刚大家 更多关注到了 我的技术 我现在再给你们 实际 拉两个 比如说这个 拉个上 进台的快丝 你看看它 它不是那种 费力挺 你看 泡门 您觉得能够让我 用到这么顺手的套胶 且我的反手 我觉得不错 我对于反手 胶皮的要求这么高 能够满足 我让我这么舒服的 放入套胶 最起码 我可以说句实在话 红装写的37度柔 让我打不出这种感觉 但是它可以 好不好 我觉得你们需要的朋友们 真的可以去拍一张 这个套胶 比所有朋友们想象的 一定都要好用的 非常非常多 好用 且适合 且性价比高 128 大家如果去买的话 128 你们就是买一张 普通的狂标 浦狂 也就是狂标系列当中 海绵最死最难用的 就叫浦狂 对不对 那我觉得你那个 打正手都费劲 你更何况用在反手 但是你又想 有好的粘性 好的摩擦 好的海绵的支撑感 但是这个高密度海绵 还不能为难咱业约好者 还得适合咱打 朋友们 我目前能够挑到的 又要官方大品牌 国货有1729 这个套胶没毛病 好不好 需要的朋友们 你们自己去拍一拍 超级好用 好吧 反正我是蛮推荐这个套胶 128 给你们送60块钱的球 12个 再给你们去送一瓶胶水 明天就为大家去抱油发货 好不好 明天就为大家抱油发货 需要的你们自己去拍 拉下旋看一下 好 那咱们准备继续讲课了 我呢 这一会儿也停了 我再拉几个下旋 既也是对于这张套胶的 一个旋转摩擦的一个测试 也是让大家看一看 它拉下旋好不好用 好不好 拉下旋 你看咱们先不用看拉多爆 你们看它能不能挂得住 这个是关键 我的我的 大家你们看 我在把其中放慢 对于球的摩擦感怎么样 我的 再来一个 看到没 对球的摩擦感 您觉得怎么样 OK吧 对吧 所以说我再给你拉几个 加尔利的小前冲 来 做一个 当然这个 它能够更好的把这个球的力量 进入到这个海绵 通过它的粘性和海绵的力量 再给它支撑摩擦出去 它更适合页越耗证 好不好 粘性非常好 需要自己排 不用灌油 我就不再介绍了 你们需要买 自己买就行了 好不好 该给大家演示的 小村一句吹牛的话 没说 我主要再给大家 告诉你们 什么性能 适合什么人群 对于大家有买的 有什么好的 改善的地方 这就是我刚刚给大家 推荐的这个 好不好 我给大家 卖货归卖货 我不去靠吹牛 或者不去靠别的 我靠的是品质品控 这也是我为什么 一直推729 品牌的东西 我不去做自己 那些 有的时候找个作坊 二三十块钱 就能生产出来 这个胶皮 卖那种好几百 那种丧良心的事 小村不干 好不好 来继续讲课 现在给大家去讲什么呢 现在就给大家讲讲 反手 身体和手的配合 因为大家看 正手 身体说打球不协调 正手怎么样不协调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 正手攻 这就是不协调 为什么 不会用身体 什么是协调呢 正手来 这就是协调 那对于反手来讲 朋友们 一样 对吧 反手 大家你们会发现 它不能像正手 放到侧面 这样去转 刚刚小村说了 在外侧 击球也是错的 那又要在身前击球 还要保持一个重心的转换 咱怎么做呢 我相信咱们很多朋友 通过观察 一些高水平运动员的 反手的攻球示范 大家容易造成的误区在哪 蹲起 大家看看 大家你们会觉得自己是在蹲起的度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所有的专业运动员 打反手对攻的视频 腿上就是有一点 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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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家真正把这个蹲起 去做出来的时候 你觉得也一比一的模仿了 很多运动员 但是你会发现 到你身上 不对劲 好像远远不只是蹲起 这么简单 会觉得很难受 有这种感觉的 反手身体不会 发力不协调的 给小村扣个右字 好吧 这个问题的 给小村扣个右 我给你们讲讲反手 身体和手之间怎么用 对吧 很多朋友用手 手上动作简单 用身体呢 难 我真的 我个人是这么感觉 用身体就比较难了 好吧 我给你们说说 这个应该怎么做 好吧 来 这个问题在哪 大家看啊 一 不让转 对吧 二 不要刻意的蹲起 但是大家 你们自己想想 正手的重心转换也好 它主要是 这个身体 转换的这个 蓄力方向 再到发力方向 其实就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后前的保障 你看我蓄力 大家所说的 把重心靠到右腿 让腰让胯 再到转腰 转胯 转到左腿 是不是它就是一个 由后向前的过程 乒乓球 永远是身体 由后向前多 其次是由下往上 和由左往右 或者由右往左 那所以说朋友们 咱们打反手的时候 也要先去保证什么 先去保证后前 但是又在身前 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 这个球挤得难受 为什么挤得难受 因为大家见了球的反应 要么是蹲 要么是转 要么就是身上没有 只收手 所以说 无论你怎么做 球和你身体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太近了 但是这个问题 你又没有办 你光通过往后站一站 也没有用 你又变成这个样了 怎么办 剑球 大家记住 撕也好 弓也好 拉也好 剑球先收腹 剑球先收腹 来 大家方便的话 把收腹二字 打到弹幕上 反手的核心点 就在于收腹 你也可以理解为 是一种吞吐感 什么叫吞吐感呢 肚子的收和放 收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一看 收就是腹部的内收 我本来现在 我只收动作 只收小臂 正常速度发现 挤 来 你再发一个 大家看看 我现在做个正确的 如果说我剑的球 有个收腹呢 就一个就好了 大家看 我现在有没有发现 我的机球的空间 就出来了 我机球的距离就有了 为什么 我这么给大家去看 侧面 这是我剑球不收腹的 距离就这样 我如果剑的球收腹呢 大家看看 球的位置一直在这 我不收腹 可能挨那么紧 收了腹呢 有没有发现 我身体前方和球之间的 空间距离就多了 那我多了的话 一 它是不是不容易被顶住啊 第二个 我收了腹 是不是就是一种身体的 向后的蓄力 这样的话 是不是 你有向后的蓄力 向后有空间 你才能够向前发力 这就相当于 见了球正手 为什么让大家去让胯呢 你让了胯 是不是你的机球空间就有 不让胯 大家看 不让胯的 挤 没空间 所以说你节奏就会很快 那你怎么办 让胯 让 一让 大家看空间有了吧 让胯 发力 让胯 发力 让胯 发力 正手让胯 那反手就是收腹 因为在作用当中 胯和腹 正手的胯 就等于反手的腹 就是创造向后的蓄力空间用的 明白了吧 所以说反手 见球第一个是收腹 我现在示范几个技术 你看是不是都是先收腹 比如说快撕 是不是我见了球第一反应全是你看一个收腹 但是很多朋友见了球就是什么 动作收回来 或者是转腰 或者是蹲起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好 那这是收 那我们收只是进来 那正手让了胯还要在顶胯转腰了 那对于反手怎么办 反手的话 大家你们不用想去转的事 反手 你最后的出球 你是感觉整个人是前倾 什么是前倾呢 吞吐感 吞吐感 大家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的理解 就是你一开始收紧了肚子 但是击球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感觉松气了一样 又把你的肚子给松了 这不叫吞吐感 那真正的吞吐感 大家看看 我收了腹之后 有点类似于我绷紧了肚子 绷紧了核心 剩下的是什么 身体的一个前倾 大家去看一看 收前倾 收前倾 你看 收前倾 收前倾 最后我这一下 都是前倾 你看一下这个 右边这个美 对不对 这是不是前倾啊 先收 再前倾 前倾 就等同于什么 前顶 理解什么意思吧 所以说正手你看 让胯顶胯 是吧 是后前的发力 反手是什么 收腹前倾 收腹前倾 这就是反手 由后向前的力 并且大家你们去看 我离远点 你们看我动作 你看 这个我在镜头面前 给大家做一个 对吧 对手往后拉一点 大家你们去看啊 我正对大家去做一个反手的供求动作 你们看我身体 只要我做出了有收腹 再到前倾的这个过程 大家你们必然就会发现怎么样呢 我的腿 它是有一定的蹲起的 大家你们看啊 我收 大家看我收的过程 收 我一往里一收 往里一寒 同时也是一种重心的一种变向的降低 所以说大家 所以说大家你们看我的膝盖 我收的时候 我膝盖自然会怎么样 有一定程度 微微的变了一点弯曲 但随着我的前倾呢 你看 啪 前倾 那你就会发现 由于我人变前倾了 怎么样 腿 相比于刚刚 又稍直了一点 你看 收 前倾 等于你在看我的腿 弯 直了一点 弯 直了一点 弯 直了一点 看到了吗 所以说有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光看视频没用啊 你看到的是能够露给你的 露给你是腿 但是你看不到的衣服里边的肚子 你体会不到这个感觉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肉眼所看到啊 蹲起 蹲起 我现在给你们打一个 你们看看我腿啊 你们看我腿 就是大家可能就通过肉眼看出来了 能看到吗 我腿 来来咱俩打到反手对攻来 都看到我腿有点蹲起吧 但是朋友们 这个蹲起 不是我刻意蹲起做出来的 越刻意做这个东西 你越做不协调 你就想着 收前倾 收腹前倾 一直想这个 你的腿自然而然是形成 理解了吗 对吧 就像这个正手也是 它是有胯 才会有重心 有腿上的转换 它不是也是 它正手也不是这样右腿 左腿这样扭出来的 是有胯带的 一点就通 拿着就好 理解了吗 球友们 对吧 所以说你看 这种重心的下沉和上起 不是刻意而为之 它是我们身体做了收腹 然后再到前倾 所形成的一种 自然带出来的腿上的弯了 和直了的一点动作 是这么个意思 你有这种感觉 你发力就协调了 对吧 你看我再给你做一个 你看啊 你看咱们大家练就怎么练 球让它胃球胃过来 咱们可以慢一点 咱们就体会这个感觉 收腹前倾 四个字好记吧 你看 收腹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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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收腹前倾 收腹前倾 大家刚开始练 你们就这样一个一个练就行 一个一个练 你不用练快 练快你跟不上 也记不住 关键是 一个一个 你看你每一个就 就像我这样 可以嘴巴自己念叨着点 是吧 来 键球 收腹前倾 对吧 收腹前倾 你看 收腹前倾 再来 收腹前倾 你就可以这么练 明白了吗 你就可以一点点的来 你千万不要去图快 朋友们 切记 练球不要图快 咱们特别是 自己的还是有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找感觉 你先要练到合理 练顺 练队 你再慢慢的练快 有的时候大家光为了快 真的没啥用 快且全错 啥用啊 比赛哪有这么多 让你都那么快的舒服的球 对不对 那包括呢 大家看 这个对于手啊 以及我拉下去 包括大家看到 我刚刚这种爆发力 也是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我手上的一个 放松再到发力的一个爆发力 一个寸劲 那你如果想要手放松 其实是一样的 正手 我也给大家简单一说 正手是手跟胯放松 对吧 剑球让胯 手跟着胯放松 发力 手跟胯放松 你看 手跟着胯放松 发力 跟胯放松 发力 跟胯放松 发力 再来 跟胯放松 发力 他接着球就有爆发力 我反手也是 咱们很多球 你这个如果这个身体不会用 拉球有个什么问题 我给你学一下 拉下去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引拍动作 咱们直播间后面 有没有这么拉的 就是我示范了 大概这么个意思 对吧 就剑了球 有个很刻意的 相对于幅度比较大的 一个引拍动作 你就是 回手 投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那这个其实 就这个问题 大家你们再看 这样去拉的话 全是手上 一二 这就是满力 你也用不到身体的力 应该用的全是胳膊 去拽的力 去掰的力 那你们再看看 你看手跟着腹放松 大家看我的感觉 收腹 你看我拍子 是不是很自然的放松 手跟着哪里 正手跟着核心 核心是胯 反手跟着核心 核心是腹 所以说你看看我的引牌 大家观察一下 我引牌 你看看自然吗 朋友们 引牌越放松 出手爆发力越好 那你手上放松 是不是就是 你看手跟着胯放松 对吧 大家你们再对比一下 大家是这样 引牌大 靠死力满力 这样给它拽起来 大家你们再看我发力 再拉下去 再来一个 顺嘛 你看我的引牌子 是不是就比较自然 为什么自然 手跟着核心 会用身体了 才能身体带着手 手才能跟着身体 不会用身体 永远就是胳膊的蛮力 所以说大家与其有的时候说 我怎么去改 轮大臂 你为什么轮大臂 就是因为你现在 如果按照正确的 只靠手指手腕 小臂 你发不上力 力量不够 你才会轮大臂 那什么情况下 我只靠小臂 手指手腕就够了 我身体会用啊 身体负责了80%的力量了 我剩下20% 作为手的一个辅助 大家不会用身体 只会用手 你光靠手指手腕前臂 哪可能会够啊 对吧 就像我现在不会用身体 我光靠这点拉 朋友们 你拉不上台 你也用不上劲 那你怎么办 你用上 这不就拉上了吗 强拉硬拽 这不就上了吗 正手也是 很多朋友说收 一收下往 一收下往 那你觉得这样拉 你拉不上 你肯定会怎么办呢 这不就拉上了吗 这不就拉上力了吗 那不 这不就一种恶性的循环吗 朋友们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我用身体了 才能做到动作的小巧 且能发力 没有 所以说你光是人家说 不能轮大臂 谁知道 谁还不知道轮大臂不对啊 但是你不轮 你使不上劲 那也没办法 你不会用身体 所以说改这个轮大臂 怎么改 会用身体了 你大臂都懒得轮 但是你不用 不会用身体 你身体不会用力 你也不得不轮大臂 明白了吗 所以说 有的教练说 你这么改就不会轮大臂了 扯 不发力 你可以不轮大臂 一到比赛上你使劲的时候 你大臂该轮还是轮 你永远改不了 你与其改轮大臂 不如改怎么用身体 对不对 不管谁轮大臂 就是身体不会用力 不就那么简单吗 对吧 是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就 就这么回事 真的就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太对了 那肯定太对了 太对了 刚讲 好吧 这个就是刚刚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今天对于这个反手的内容 好不好 这个跟直横拍没关系 朋友们 和直横拍都没关系 直横拍的区别在哪 你不同的握拍姿势 那你就会用到不同的发力手指 这是直横拍区别 他其他的真没有什么态度 他不是说横拍一种动作 直拍一种动作 那你这么说的话 直拍的教练 王浩怎么教樊振东啊 对不对 吴近平无知道 怎么教王浩马林 自己想呗 是不是 就像你说刘主席打直板的 他怎么带出张继科马龙这些来 他通的朋友们 他不是有太大区别 都是通的 一发力就撞毛 那是因为你都是撞击力 没有摩擦力 怎么摩擦没有讲 朋友们 小孙会给大家讲课 我要真的把从头到尾 所有都给你讲完 朋友们 你就已经准备好八一建军节了 朋友们 那你得讲俩乐 对不对 因为细节太多 包括我今天的主题 就是讲大家这些发力的问题 我明天可以再给大家讲摩擦 讲这些别的 对吧 这都轮换来 那大家如果跟你讲 你也吸收不了啊 我讲了干嘛 是不是 今天能把这些东西 你先能够搞明白 已经很好了 对不对 朋友们 好吧 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呢 朋友们 剩下的时间呢 刚刚咱们很多朋友也给大家做了这个反手套交的活动了 那小孙呢 再给大家把正手套交的活动 也正好今天顺便就给大家上了 好不好 这个套交 我简单给你们去看一下 这个套交是咱们直播间打正手去使用的 这个叫729的虎奔 那这个虎奔是一个什么套交 打正手专用 那这个正手的使用呢 来我现在给你们去拆一张吧 好不好 我给大家去拆一张 这个套交 首先我先 我去这个真空包装 包的太狠 来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套交打正手 它是一款粘性套交 粘性套交 粘性套交的话 首先第一 729的胶皮的粘性 是任何一个人都不需要去质疑的 那咱们主要说说海绵 这个海绵 是针对于咱们业余球友 所特调的一个2.15的海绵厚度 这个2.15 蓝海绵有个什么好处 2.15的硬度 这个厚度啊 对于咱们业余球来说 海绵多厚了那一点点 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球来说 你力量小的 海绵的支撑会更强 那对于你力量大了呢 那海绵 当你的球的力量打进海绵 海绵给你的反馈 会更加的充分 明白吗 所以说这个正手 是针对于咱们业余球友 特调的一个2.15厚度的 并且这个海绵 是用的 大家你们也相信 也买过什么金版国套奔腾 对吧 这个就是金版国套奔腾 同层的海绵心 所以说 它的这个套交 就是729奔腾国套的海绵 然后呢 免罐油 免罐胶 给大家找的是39的硬度 39的硬度 免罐油免罐胶 正手的黑色黏性 高密度海绵 大家如果之前打过的 你们会发现 本身729的奔腾的国套 很多朋友反馈下来 一定是比 省狂的 蓝海绵 尼奥 可能要更加适合 业余球友用 所以说呢 这个套交 今天给大家做个什么活动呢 正常咱们业余球 去买一张金版国套 大概是在两三三百来块钱 两百来块钱 来咱们有需要的 这个套交也是 目前729的官网上 这个套交呢 是卖168 给大家看一下 是卖168块钱 对不对 来 所以说咱们这部件 有需要的 黑色正手39度 打正手用的 粘性 缅罐有缅罐交 729金版国套的海绵 咱们也是128 力减40 再给也是刚刚跟活动一样 给每位朋友赠送 一大盒729的三星 有奉球 然后每盒球是小三个 一共四盒送给大家 好不好 这12个三星球 网上 大家你们再看看 这个网上就是 55到60块钱不等 官方旗舰店是55元 一大盒 这一盒球是送给大家的 好吧 送给你们 然后再给大家 也是加一瓶 网上12块9 一瓶的729 无机交水 正手的虎奔一张 加这个 大家你们如果觉得划算 168的套交 咱们直播间128 还加送60块钱的球 再加一瓶交水 也是明天包邮发货 可能不如我刚刚也买了 反手了 球我也有了 胖们 球是一号品 打了 坏了 爆了等等 丢了 很正常 球 两盒 对吧 今天如果反手你们也买了 交水两瓶 套交正反手两张 你们一共花了两百多块钱 相当于你们如果连刚刚反手也买了呢 相当于我今天只花了一块 省黄的钱 我买了两张729今年的新系列的顶配正反手套交 花了128加120花了24050块钱 然后拿了两盒球 这一盒球60 光这两盒球也120 再加上两瓶交水 这两盒球也二 两瓶交水20 明天还要给你包邮发货 好不好 反正如果说您反手套交正手套交都拍的 然后呢 也是明天一个快递就给大家包邮发货了 如果说咱们只想要正手套交的 大家一定去打一打这张 非常非常好打 包括之前你们如果说打过729金版国套奔腾的 你们并且也平常打的是省狂的狂标的 你们对比对比这张 是不是这张套交 首先跟729的国套奔腾差不多 然后会比你们打的狂标系列的套交 比谱狂好用好打很多 且对比于省狂你会发现 它可能更偏向于业余业好者的使用 不用惯油惯胶 好打透 好发力 粘性也好 好摩擦 更耐用和耐打 需要的128 拍好之后 明天就给大家包邮发货 对 黑色胶皮 蓝色海绵 2.15厚度 39的硬度 明天给大家报邮发货 好不好 来 你们有需要拍的 没了 朋友们 对 一张一张 一张 朋友们 你们有需要拍的 这个 刚刚一下子就没了 又给大家放出了最后四张 反正你们有需要抓紧时间拍 因为这个正如套交比较少 现在又给你们放出来了四张 好不好 需要的你们自己直接下单就好了 128 底板 这个不不 128 胶皮 三星球 加胶水 三件套 我觉得这128 你可以买反手的 你也可以买正手 你可以两套都买 不管是怎么样 128元 这一盒球就60 你们往上自己去看看 是不是60 这瓶胶水是10块 就相当于 这张套交相当于你们正常买 核算下来才多少钱 128 减个70块钱 相当于这张套交才四五十块钱 您觉得划算的话 你去拍 我会告诉大家 狂标 普狂的一半 还不到价格 您觉得划算吗 我觉得很划算 朋友们 我们没有大瓶的无极胶水 大瓶无极胶水 我这里也有一瓶两瓶 是我自己用的 咱们这里没有大瓶胶水的链接 需要的朋友们 你们自己去拍就好了 现在已经给大家挂到了小黄车 现在是几号链接 二号链接 好 卖完了 客服反正TT库存 就这些 这一会儿已经全部抢光了 我就不再多说了 很多朋友说要拍子 胶皮你们有需要 现在就TT库存 你们需要自己买 拍子的话是这样 这朋友说了 又猜又爱玩的 咱不用考虑这个 朋友们 又猜又爱玩也好 不猜也爱玩也好 只要咱喜欢热爱乒乓球 包括大家想在乒乓球 能够学到点技术的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乒乓球当中 你想去学到点技术 首先呢 你要要搞清楚 乒乓球的这个套 底板 它是一定要先选择适合自己的作为一个出发点 包括这款底板 我首先给你们放到这里了 我首先推荐的原因 一 也是建立在大家你们练球 先要注重你们对球感的控制 你要有球感 再谈发力和速度 就像这支底板 为什么适合呢 大家看 这个是咱们国货友谊729品牌的这个底板 叫729太阳神 这款底板的话 它是一个七层的纯木 七层纯木 这个底板 面材 正反面 是用的近百年的淋巴面材 又黄 你看非常的黄 这种黄 它就我个人感觉 就更柔 更好摩擦 更好打透 你们听听声音 是不一样啊 其次呢 朋友们 这个底板 它中间 这几层都是用的 阿尤斯的木头 它是一个七层的纯木 并且这两层红色的木头 大家你们如果说了解的话 跟斯迪卡CLCR的结构一样 如果说不了解的话 这两层既叫红色阿尤斯的染色木 也叫利能心 力量的能量的心裁 你也可以就变相的等同于 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替代了碳素 明白吗 也是带有具有碳素的这么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提升底劲 所以说这个底板 是纯木底板当中的一个高端的 力量性底板 且这个牌子 这个结构 小孙自2011年就开始用 用到2015年 当时是11年有幸 去那个拼超 联赛现场 看到了我们的偶像方博 他当时用的应该就是CLC啊 他的底板 我当时感觉很好看 他的正手又爆 控制 小球又稳 所以说呢 我就觉得 哇这个底板 我想换 买了之后 五年 我换了六块 这个牌子也帮助我拿到了 山东省锦标赛的冠军 和山东省 和全国中线省的冠军 和拿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 都是靠这个结构的这板 所以说 论适合度 它能够满足咱们新手初学者 包括所有页约号者 对于控制 稳定 旋转摩擦 的需要 手感积累的需要 因为它是个纯木 七层纯木 第二个 本身七层就有底劲的前提下 这个底板 它还是能够 对于咱们直播间 对于底板的机球质量 力量 包括中远台的底劲 有要求的 它既能满足世界冠军 也能满足我 也自然能够满足于 大家对于发力的上限 这款底板非常推荐 且这块拍子又是729 一年之产三次 出口给外贸 出口给日本的一支底板 729的太阳神 你们反正有需要的 这个板子听声音 大家就已经知道好不好了 透不透 弹不弹 有没有劲 为什么底板要敲 一听便知 再好的底板 说的再好 一听声音 该露馅 绝对露馅 这是纸板 大家自己听 且同结构的底板 大家现在买一支 要多少钱 如果说大家 你们现在在某宝上去 搜这个SD卡 CLCR 这光一个同结构的单光板 你们买的话 大家有条件 有资源400 你看网上卖的话 是500块钱 一个光板 啥玩意没有 你们有需要的 咱们直播间 来 给大家上20支 给你们改架 199 再给每个朋友 把正反手套胶 再送送一下 正手 我们送的是 729大师经典套胶当中的 黑色 粘性 39度 免贯油 免贯胶 粘性的 乒乓球 高密度 还没 打正手用 反手呢 也是红色 粘性 37度 也免贯油 免贯胶的 粘性 内能套胶 这两张套胶 给大家 并且帮你们贴好 这个套胶 你们买的话 正常网上买 没有活动 128 这个套胶 给大家贴上 199 底板 我给你带胶皮 然后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套胶放20单 我们前10 就这20位朋友 这里边放的单量是这样的 共计有12个纸板和8个横板 由于我们现在横板比较少 8个横板 12个纸板 这20位朋友 我为您做一个免费的底板胶皮的粘贴 也就是帮这20位下单的球友 你们收到货的时候 就是底板和胶皮 我帮你们贴好了 今天你们拍 我帮你们全粘好 明天就给大家包邮发货 胶皮帮你们贴好 这是横拍 收到手之后 你看 底板加正反手套胶 全给你们粘好 这个是直拍 底板正反手套胶 全给你们粘好 一整套粘下来 给大家做了一个199的活动 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 再给你们弄什么 发货时候 再给大家带两张粘性胶皮的保护膜 再给大家带一个打磨拍子打磨棒 再给大家带两根729的护边条 都会给大家放到包裹里面 然后明天就给大家去做这个包油发货 然后这些东西最关键的 来大家你们给你们说一下重量 这个底板的重量 横板的光板黄金重量是90克到93克 全贴好胶皮大概190克左右 纸板的光板重量大概在84到88克 全贴好胶皮大概185克左右 这个是小孙打了五年这个拍子 一个经验 这个重量最好用 然后其次朋友们 贴上胶皮的声音给大家听一听 听到了吗 底板加胶皮全粘好的声音 来这样吧朋友们 现在有需要的你们拍下 我马上就不给你们去粘贴 然后呢你们现拍 我帮你们贴好 明天给大家包油发货 199底板加720正法上套胶站好 为什么推荐朋友们 199这不属于现在大家去买 乒乓球拍的价格了 因为你们现在随便去逛一逛 超市的货架上 那种拍子都已经399 499 那种破成品拍 没有性能 根本不算是专业球拍 那这个拍子朋友们 199为什么推 因为第一 199它满足咱们国货友谊729 大品牌 品质品控的保障 第二个 底板和胶皮 全粘好给大家做了个199的活动 我觉得这是性价比的保障 然后其次第三个 我帮你们去把底板胶皮粘好 也算是给大家做好服务 每一个都是我亲手粘贴 为什么给大家上20单 不是抠缩 谁不想多卖一点 但是是这样的朋友们 底板正反面 各刷一遍无机胶水 胶皮正反面 各刷要两遍 然后我还要帮大家粘贴上 再切割剪裁下来 才能形成一套 这样的球拍 所以说呢 底板胶皮挑选刷胶 粘贴剪裁10分钟 20支拍子就是200分钟 也是少说说要三个小时 所以说朋友们 我一天花出三个小时来 免费为咱们直播间 也算是薅了羊毛199的拍子 还帮你们去粘好 人之意尽 并且小孙的时间 确实每天能够空出来的 最多就这三个小时 也算是牺牲了 自己一定休息的时间 好不好 所以说199 底板胶皮帮你们去粘好 我只能给大家放了20单 且由于现在底板的数量 这个横直的比例 有点失衡的问题 本身应该是横拍朋友多 直拍朋友稍少 可能按照遗忘 20支拍子 我会放大概 12 3支横板 放个七八支直板 但是现在比例失调 特别是横拍的朋友 现在20支里边 只有8个是横板 12个是直板 横拍特别是 给横拍的朋友 善意提格行 别等会儿 还有 但是没横拍的时候 你们想买横拍 我放不了这么多 因为我想明天后天还要卖 我不能说明天 我卖的时候 我可只有直板了 或者后天卖的时候 只有直板了 那我们咋卖朋友们 是不是